欢迎收看同班美食贾套套 我是蔡宜珍 我们来看屏东雾台乡 有一个神山部落 过去传说这里是月神歇脚的地方 现在吸引大逼游客入山朝圣的 是一个退休的卢凯族警察 首座的小米爱玉兵 从种植到采收制作 统统都有夫妻俩合理完成 郁郁葱葱满眼碧绿环抱 层栏叠翠之中 爱辽北溪蜿蜿蜒曲折 武川大桥横跨青山绿水 桥墩99公尺全台最高 是城市城市连接雾台乡的重要通道 许多人上山欣赏壮阔绝美 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好料 专程远道而来 一回去就会一直想 什么时候还要再来吃 吃完然后顺便外带就回去 海拔八百公尺 闲适宁静的深山部落 每到假日月闹滚滚 其中人气最旺的就是 陈春辉自家院子里的小摊子 品项不多只有爱玉和咖啡 就够他和员工伙伴忙翻天 我看到客人在排队我就很焦虑 可是我们这个手一直没有停过 我只是怕招待不周 好 楼上吗 前面吗 四个纵盒 陶客们愿意顶着大太阳排队 就为了一口酸香滑溜庆兴凉 再配上二楼座位区的无敌山景 山下的爱玉店家无可比拟 其中招牌爱玉兵最受欢迎 琥珀金黄的檀牙滑顺 配上绿豆 金桀柠檬 和原住民的小米 清凉畅快 心满意足 还真饱足 我早上我就没有吃早餐 特别来特别吃的 代替早餐自然的东西 我已经来第二次了 陶客来 薇哥兄 我们人家都有钱了 他们小过 我有吃过 你人家都有钱 你从那厨来吃就好了 不敢 逃可认可的第一名 得来很不简单 原住民小米粥 增添风味口感 让常见的爱玉 有独特的在地味 不只台湾人爱 偶尔有国外的客人上山 也会惊艳着台湾天然果冻 如此独一无二 欧美的客人不吃太复杂的 他们都简单的金桀柠檬 但是日本人 韩国人 很爱吃 很多人不知道 台湾人爱吃的爱玉 只有宝岛吃得到 台湾特有种爬藤类植物 品种有上百种 天生天养 攀附于中央山脉 一千公尺以上的原始森林之上 以往靠原住民徒手爬树采摘 三十多年前 农政单位推广后 现在不用冒险爬高 就有爱玉可以收成 中间把它 破开 爱玉小枫在里面 母枫她有翅膀 她怀孕以后 从这个尾端出去 爱玉雌雄易珠 果实也分公果母果 寄生公果的爱玉小枫 带着熊粉钻进母果 完成兽粉 成熟为爱玉子 但爱玉小枫很敏感 生长环境就算做不到有机 也得是无毒 陈春辉的先生八亿成 神山部落知名的爱玉达人 自家店里的爱玉 全都是他用爱浇灌的汗水结晶 种植爱玉二十五年 八亿成现在的角色 是专职果农 但很长一段时间 她的身份是玻璃士大人 种爱玉是她下班后的斜杠事业 那个时候家里给我一块地 就是不容易让它放废掉 也想很久了 就想到说种子爱玉 可能会比较管理上方便 平地的那个企业 都用很低的价钱收 那我就想说 好啊 没有关系 那我们那时候就 金桀离木 一点点一点点 那我婆婆那时候七十出头 我婆婆非常有任性的一个 卢凯族妇女 她去帮我们卖 那时候没有什么客人 舞台香位在中央山脉南端 海拔糕 阳光族 石器垢 原本就是爱玉的原香 在这种植算是适地适种 每年八到十一月 爱玉采收期 是八亿城最开心的时刻 和员工伙伴欧大哥 只要看到表皮发亮 百点消退 就知道爱玉果已经成熟 可以采收换新台币 不能专心一直专心 在看着果实 可能周边都会有一些危险的东西 比如说像蛇 手伸出去它的 它已经在那边 等着你的手过去这样 好像尝尝啊 一口滑顺入口之前 过程并不轻松 人工种植最少要第三年开始 才有收成 采收时可能有毒蛇野蜂攻击 更不用说以往采野生爱玉 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意外 70岁的欧欣武 年轻时专职野生爱玉采收 然后卖给山下的盘商 曾经摔到差点没命 痊愈后依旧得为了生活 冒险奋进 再树梢穿梭 年岁见长之后 没法再爬树 累积的工作技能 现在成了八亿城的 得力助手 所以他每天要从长治那边 每天要来回到这个爱玉 帮忙工作 要找到这么好的 这个员工实在不容易 以前家里干净事 也不是那么好 比你还很好啊 还可以继续做啊 爱玉果削皮 日晒一天之后 在番花晒爱玉子 至少三天才能完全干燥 爱玉子它淋到水 它就会释放它果胶 你没有晒干 它的壳会发黑啊 第二天它会发黑 发霉 你就不能用了 农人挥汗仔细看顾 才有这平凡又珍贵的耀眼金黄 粒粒皆辛苦 换得最后的滑溜畅块 搓搓搓 搓几下 然后要挤一下 目的是要把那个胶质 释放出来 爱玉子富含酵素 和活性果胶 玉水容易溶出 玉上矿物质催化 才能凝结成块 山上人家吃的是 盖丰富的山泉水 又是得天独厚 其实家里的自来水打开来 足够放两个就可以了 但你如果接RO的就不行 热心鸡婆的陈春辉 总会一再提醒 买爱玉子的客人 不能用纯水洗 一两的爱玉子 要配三公升的水 搓揉大约十分钟 静置冷藏 新鲜爱玉就大功告成 客人DIY很新奇 但他和先生 在买机器代劳之前 每天搓到快都没了 就不停地洗啊 洗到手痠啊 这真的是搓到 对 地老天皇 果园之外 厨房的工作 发溢成也一手包 是陈春辉最强的后勤部队 小米要煮到软茹浓稠 搭配自家爱玉的细嫩弹牙 口感丰富有层次 这个也是我太太 她自己想到说 应该要用在地的食材 佩服太太的灵活脑袋 其实她更是陈春辉 爱慕崇拜的路开勇士 有冒险精神 更有判断力和行动力 曾经获选为全国十大搜救人员 民国七十四年 二十四岁还是小景元时 把已成报名参加 自立晚报举办的 徒步环游世界活动 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挤入仅有的四个名额 两年内用双脚走遍 二十多个国家 体验不同的宽阔世界 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就是要冒险 这个我父亲也曾经讲过 男人要尝试任何各种的事物 不管是好是坏都要去尝试 一天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 而且做的都很有效率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中他 听起来很崇拜他 真的呢 那时在报社当记者的陈春辉 因此认识了巴奕成而一见钟情 不顾妈妈反对 不在乎将近四十年前 社会上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古惧山上生活的众多不方便 果决勇敢地嫁到穷乡僻壤 只为了爱相随 我属老夫妈妈说 不要紧啦 不然你住店 你是好要去山顶 十年前 巴奕成从雾台的派出所退休 几年后陈春辉也离开 小学老师的教职 夫妻俩携手 专心投入爱玉的 自作自受 同样的小米 没有他煮的好吃 真的呢 我觉得 真的 我不晓为什么 我又在崇拜我先生了 结婚超过三十年 这对爱玉拍档的互动 至今仍洋溢恋爱气息 是众人称献的模范夫妻 争执的时候 我暂时避开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处理 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 他在旁边 应该我算是比较幸运 我可以从他那边 学了不少东西 对啊 你们两个一定要在我道山吗 一定你要吃什么 可以 可以 一碗晶莹剔透 透出口碑商机 映射出对另一半的支持 对生活土地的维护关怀 陈春辉的爱玉里 有长青保鲜的在地风土 也洋溢满满的爱 同样是首作 来看这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他没有选择出去闯荡社会 而是留在家乡金山 承袭老一辈的手艺 做起慢工细活的纯手工粉圆 尽管一开始搓粉圆 搓到铁手 但是呢 靠着家人的陪伴鼓励 还有一股使命感 八年级继续延续 金山老街的古早味 广安工前 舵不停的人气鸭肉 还有吃尽极力的马老 金山三大名产主义就是地瓜 我这我这儿土丝土串 我这儿搓八十多年 旧石街屋成了一间间贩卖所 金宝里三百年前的繁荣 借由这些古早味 继续诉说着清朝以来商业大臣的兴盛 我们这边是六十六 地瓜本身的也有它的甜度 然后你就是炸 然后就是把它炸酥一点 就是 黄家人舅舅炸地瓜 外申做粉圆 对 对 古早的那种原味的感觉 就是可能他们小时候 喝过的 吃过的 看过的 地景地雾 因为人而美好 灯亮了 老街 在面近身的顶阿卡建物 承载着好几代金山人的拼搏 当黑糖珍珠还没大行其道时 是这颗手工小粉圆深得人心 直到现在 它还默默守候在山城抑郁 其实我也想不出可以那么生气 在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好不可思议 它怎么变成粉圆 它就是累再要一直戳 其实第一天学完 然后都还好 回去有手有铁手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还好 但是当自己在卖的第一天的时候 戳到已经太累了 然后回去那个手是完全不能动的 我要把它戳到变成碎粉 因为这是加固水 当番薯粉遇到水 要尽力把结块捏碎 纯粹手工业 以为是老一辈的专利 但在金山老街里 看到八年级生 也专注动起手来 有曾经失败过吗 有一次就是一直戳 戳了两个小时都变不大 就叫我舅舅下来戳 因为那时候刚雪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失败 然后就戳很久 想说为什么都不会变大 人家一戳就变大了 绝笑可能就是你要掌控 那个湿度跟干度 重手干的工作 阿力可骄傲的练就出一双黄金手 粉堆里打转还摸不着头绪时 他解释粉圆有母子之分 戳出了母像是带有能量 过筛后会生出好几倍的子 粉圆就是这样 一捏再捏 一筛再筛 粉一洒再洒 就会变出一粒又一粒的粉圆 也正因为原料没有添加黑糖 一身纯白就是它的原貌 古早味有一位潮男孩动手 自嘲反差很大 当初的顺应情势 现在是越做越有使命感 煮这个技巧你要控制时间 因为它其实像现在 它已经要整手了 然后你要去教它 不然它会焦掉 或是它会煮得比较烂 没有我以前是在台南都市 然后我是受伤 所以上来北部这边养伤的 家人就说帮舅舅嘛 就是一起做 然后因为刚好有缺人手 然后就我就叫我 刚好我又学会了这个 所以就叫我做这个 一场绞伤回到外婆家的疗伤之旅 因缘际会跟着舅舅和老师傅 学起古早味 对年轻人来说 每天做通常是有点疲累的感觉 也没办法怎么办 就是写而且就是老手工 就是已经它是 已经是一个很老的东西 其实现在年轻人 真的没有人会去除非 没有人想去写 一个冬瓜粉 一个柠檬粉 都要冰块嘛 都要冰块 这杯是柠檬 然后这杯是冬瓜 谢谢 之前要做面隔大 多写几样 到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看哪一种生意比较好吧 人家都写的 我以前也不是做这个 我以前是做板膜的 板膜做一做手 然后手全部两只手都塞断掉 就没有做 就开始做生意了 热心公众事务的舅舅 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 原本住在更遥远的山头 为了念书才搬到老街区 油温你要控制好 不然它不会脆 如果你油温过高 下去那是变黑色不好看 麦香不好看 炸好就马上炒麦芽 就是不能停 不然你麦芽 它没有那个热度 它麦芽会很凝固 金山临近海口和火山蟹 清泉灌溉 加上半沙池黑土壤排水好 特别适合汉地地瓜生长 年轻一收的山珍 变出多元面貌 阿顺老板特别钟情拔丝地瓜 炸开后立刻裹上薄薄麦芽 脆口加上松软口感 热吃火冰肠各有风味 来看看现在的八色地瓜 今年受到疫情重创 少了万头钻洞 更可以潜心思考 老街观光下一步 但坚持把灯点亮做生意 新鲜现做 吃到的都是山城仁的真心诚意 黄家人正守岗位 其实正是许多金山 摊伤门的缩影 担心老客人会找不到店面 传统市场内的面摊 他决定不搬家 虽然市场是渐渐地没落 尤其疫情之后 生意更是不如从前 但是第三代的老板 他还是继续守着老店 让七十年的古早味豆菜面 继续为白河市场 带来温暖又熟悉的香气 传统市场的时间流动 永远比日出快了好几个小时 老面摊的铁盘上 堆得像小山丘一样的黄面 通常天还没亮 就会被铲平 黄面条半点清烫过的豆芽菜 淋上少许蒜蓉高汤和酱油 简单朴素 香气淡淡 却勾人心魂 白河的孩子跑得再远 都抛不开这追入梦里的思念气味 老婆啦 他们小时二 小时二吃到现在了 吃到现在 我们早上从台中下来 随必站先来吃面 对 先来忙 前省这边才有 这边才有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都是自己制造的 自己做的 这间政府 为头机会是这样的 是否感为头机会 白河人为什么对倒菜咪 情有独钟呢 之前就是物资比较匮乏 就有人就说来做面 加一些豆芽菜 有菜有面这样就变成豆芽面 这边都是种稻子的 都浓忙的时候 就吃个面继续做这样子 许多白河人 他的回忆是这样子的 因为大多数都是吃我们家的面 从小学到大学 有的是流血回来想吃 就是怀念那个味道而已 就是守住 我们就是守住这个味道这样子 让他们去吃去怀念 第三代老板吴建民 一边回想历史 一边手捏肉羹 倒菜咪配上肉羹汤 70多年前阿公就是这样卖的 后来阿爸又加了咕拉肉汤 到了他这一代 就没有再加任何新品项 因为单是守住老一辈的品质 就够他瘦了 每天两点就得起床做面 超过半世纪的老制面机 运转起来像是一架织布机 古董木棍把面粉卷成淡黄色的布匹 一不小心也卷进了回忆 他39岁就中风了 拍的也有了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弟弟 他就是车祸 他就不在了 他可能累又那个 爸爸在盛年的时候就病了 身为长男 吴建民国中毕业就接下致命的活 并且和磕睡虫奋战 他也是很难过 又很累 他没办法 遇到这种环境就是 就是去做这样子 有睡过虫吗 有啊 我们说吃产说背妈妈说 你如果再不起来要放鞭炮 为什么不前一天做比较不会那么累 因为我们阿公那时代是说 就早一点起床 做一做新鲜的面粉 现做现煮现卖 上一代对家业的执念 下一代守不住的也有 也只能放了 大明说如果他再放 白河的老味道所剩无几 也是蛮可惜的 因为在乡下很多好吃的 也都慢慢的都 人家老了 就都不做 孩子也没有放 他接下来做 都慢慢的都没有什么可以吃了 天亮以后 吴建明的两个妹妹 惠玲和惠萍陆续到面摊报到 从小蹲在地上洗碗的姐妹俩 结婚以后还是回家帮忙 这房天地就是他们的世界 白河市场已经不如以往热络 疫情以后更嫌冷清 许多摊伤都搬走了 吴建明曾动过搬迁的念头 但又想总不能让老客人 找不到思念的地址吧 你有想过把它搬到外面去吗 本来是有啊 因为我们是老龄化社会嘛 还有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然后他要买肉买 都是坐公车出来的 要买肉买鱼什么的 都在这边买 他不会再跑到外面去 跟你买这种东西 想一想还是 在市场卖比较好 怕那个老客人找不到 下山来买东西 对啊 都是老龄的比较多 一碗面的铜板架 虽然挣不了什么大钱 至少一家人都能温饱 平平安安和和气气的 在市场一起工作 互相照顾 这也是吴爸爸的心愿 更是最珍贵的家产 同样是为了怕顾客会失望 花莲这一家开在大树下的面店 老板娘她是拼尽全力 克服了丧夫丧女之痛 努力坚强地在清晨上工 面店早上五六点 就会有客人报到 这琳琅满目的小菜 让这个在地人的早餐 更加的丰盛 比更加温暖 很丰盛 对 早餐吃这个会变得很有精神 花莲人没有不知道这间店的 像我们花莲的地标之一 花莲无人不知的美食地标 就位在已经消失的田谱车站前 荣树下日本时代留下的木造房屋檐底 面店旁边的旧车站已经走入历史 曾经同时存在的老味道 至今依旧是花莲人的舌尖日常 主面锅应运沸腾 炉台整洁明亮 乍看跟全台湾街头巷尾 到处可见的台式面店 没啥不同 但摊子的面盘之上 堆叠的小山丘 由老一辈人熟悉的旧食记忆 是许多时刻造访必拍的时区风景 能让老客人平均两天一次吃不腻 老板娘许丽猪有三两三 面类主食四种 平凡品项应是有不平凡的细节差异 让人一吃成主顾 肉丝煸炒青葱 不油不柴 香气扑鼻 取代肥腻的绞肉肉燥 蒸材食料诚意十足 醍醐灌顶在普通的面食 立刻成了果色天香 而配角的阵容也很坚强 小菜有很多啊 肉有鸡肉大肠尾巴肝黏粉肠控肉生肠 萝卜猪皮 鸡肉 鸡肉你烤我 都很好吃 人家来说 看来说都好吃要如何 我说你不要叫我坐面 你再来吃 许丽猪 蔡咏玲 婆媳老板 自夸但不夸式的小菜 琳琅满目是美桌碧点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但公认最特别的是猪尾巴 和放山玉米土鸡这两样 今天比较少人买土鸡 对啊 我的客人都要吃土鸡 我就拿来摸买 拿来摸买 就准备一摸 就开始一摸买来 放山土鸡浓鲜合肚肉质弹牙 不用厨房花招做白斩鸡 就让人味蕾温饥起舞 汆烫过的汤汁 油脂丰美滋润滑口 拿来滷粉丝当猪血汤汤底 是一减力够的食材优势 有点准备 这准备我差不多才是这样买 收三四十几 差不多要有三斤 三斤浪火 三斤就三百多 我都收到这样 都没肥 有的热火要吃冷 没吃起 我就要煎冷 几个 我要两盒干面外带 好 然后我们五点半上班速度快 六点客人就进来了 东西跑得快就新鲜 这是确实的啦 小菜众多得要早起备料 尤其是猪肉猪内脏 都是许立猪 清晨五点就到肉品睡场 亲自挑选的温体新鲜货 四十年如一日 年过七十依旧当作 每天的例行公事 许立猪的人生的确 历经考验充满任性 养女出生将近五十年前 媒妇之言嫁给疼爱她的先生 一样没有好的经济条件 有的是夫妻同心的打拼动力 在热闹的小车站旁 租下店面 养家育儿的生活负担 在大锅里滚煮十年 慢慢透出甘甜 没想到炉火却在一夕之间 戴然冷却 人生遭逢巨变 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 许立猪那时三十二岁 青春芳华一夕变色 强忍丧腹之痛 悲起巨额债务 单亲妈身兼富职 靠着面摊一点一滴存钱还债 日子在母子相牵的路上逐渐明朗 跟面天一起长大的 也是吃面长大的 早上起来就没看到她 她就已经出门了 然后回来还要搭电 我们的生活这样 但命运再次捉弄 唯一的女儿十七岁时 跟父亲一样车祸过世 这次许立猪差点撑不下去 走上绝路 从小体会母亲的辛苦和伟大 周江红和哥哥早熟懂事 结婚成家之后 最大的心愿是 希望老妈妈能够放下 肩上扛了一辈子的责任担子 享受寒宜弄孙的幸福时光 但我是希望她做 别做的这么多 就是做少一点 或者是说你在旁边监督 但是她本身是已经做习惯的 蛮严格的 你看我们里面就知道了 看里面的那个整洁度就知道了 许立猪一座将近半世纪 悟患心仪酸甜苦涩 都在阴运里蒸发升华 她知道日子总要向前看 心爱的人离开了 身边还有亲爱的值得珍惜 现在吃到甜了 以前吃苦 现在吃甜 有点有钱没关掉 这样就好了 对啦 这样就吃甜了 不然里 会打这桶 名声好好 正经的不然里 夹到 没啦 不够 过去把生活全寄托 在这一滩大锅大勺里 在刻苦中 在苦中一甜里 把数算的日子堆叠成认真的滋味 也在不知不觉中 成了花莲人习惯的生活日常 有够大了 要不要叫 面对命运捉弄 许立猪依旧怀抱感恩 认真端出用心丰盛 荣树下老面店里 有期待平凡的简单寄托 欢迎回到同班美食夹套套 我们来看看这一块六十年的古早味柠檬蛋糕 是许多嘉义人从小到大的记忆 第一代的老板他因为家境相当的辛苦 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日本的师傅学高饼 还幸运地避开了到战场前线的命运 战后自己开店做生意 也成了第一家上阿里山设摊位的半首礼商家 后来传到第二代 第三代 儿孙们宁愿不休假 坚持每天直卖最新鲜的 就是要顾好这一块家传招牌 六十年来就是这一盘又一盘 黄澄澄的小可爱 考得老嘉义人每到午茶时间一见他 嘴角闭失手了 像我们店开了六十几年的话 有一些那个阿公阿嬤他们就说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 到现在他小时候就知道了 就是你讲到那种嘉义古早的比 她几岁就有这个东西了 不好说 真的 想要觉得柠檬蛋糕还蛮好吃的啊 它是有点甜 但是甜而不腻 真正在地人才知道的地方 一早丹湖打发 为了跟时间抢快 一颗颗白甜柠檬擦洗消毒 绝对是前一晚就要stand by 没有 它打发喔 它那个你放太久的话 它那个会消泡啊 入魔送进烤箱 等到出炉沾裹巧克力酱 小可爱已经长成婷婷玉立的模样 古早柠檬蛋糕打出声道入室 大概就靠这一股尤为的清香根腹 收服一半世人的心 至于另一半 七十岁的赖昆良则改用糖霜魔术 变出雪花饼让众人心愿诚服 但说到雪花饼一般人可能要误会了 赖家人手里的这一款 其实更趋近台版马卡龙的放大版 只是它的口感偏松软 内涵更绵细 滋味也绝无腻腻的甜意 尤其说我们有一个巧合就是 父亲的朋友啊 他有生日嘛 一般以前的生日蛋糕 抹着奶油 我父亲的朋友是怕说 吃那个生日蛋糕太油腻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比较油腻的东西 莱坤良守了一辈子的传统老店 历史是从父亲那一代开始创建 从前阿公有九个孩子 因为身份是电农 要养活一家十一个人 光靠种田实在太艰辛了 爸爸是长子 所以小时候也没念几年书 就决定到西点面包店去学艺 他就是说 天天在那个田里面 钻来钻去 尤其是在要穿过那个甘蔗园 我都被割得蛮辛苦的 但是他说这样不是办法 他就小时候就出来跟日本人学 虽然那个时代 当学徒的岁月总还是轻苦 不过在日之后期 也因为他的一手糕点功夫 而敏于上战场到前线卖命 因为他就是有学的遗迹之常 在海南岛的时候 那边的那个将军很疼惜他 他会做日本的果子给他吃 很高兴就待在身边 才免掉说去当炮味 说起已经过世的父亲 一生岁月 约莫也就是台湾 早期糕饼历史的缩影了吧 记得光复后 糕饼师傅身无分文 为了做点小生意 好几批的蛋糕 羊羹出炉前 面粉 鸡蛋 糖等的原料 那时可都是用人品 向杂粮行车来的 做出来后拿到火车站 火车站那边 就有一些卖名产店的 在那边寄卖跟他拜托说 我就是比较不方便 我们做一些东西出来卖 然后你卖多少 我早上送过来 晚上看你卖多少在结账 结账以后再把那些钱 拿去还那个一些人料厂商 索性营迹再生 四五十年后 父亲靠批发生意 总算拼出一番天地 曾经有好一段光景 北港朝天宫中围摊位 卖的所有羊羹 都是赖家生产的 渐渐的马薯 番薯饼 小馒头 古早味 台式小糕点 品香越烤越多 海拔也越卖越高了 五十多年前 父亲上阿里山租下店面 还成了当地第一摊 卖名产的商家 过一两年以后 大家都开始跟进了啦 搶生意就是说 那个游客坐火车到... 那时候所有火车没有 工了还没有嘛 那火车到阿里山火车站下来 然后那些店家就争相去 拉攏一些游客 帶你这个阿里山的 什麼景点去玩 玩完以后就整对了那个游客 就带进他们自己的店 就是你刚起岛头来 对... 跟父亲一样 赖昆良也是长子 后来退伍了正风大环境 经济起飞 对于自己该入哪一行 这种问题 当时根本想都别想的 他于是这么一跤 踩进台式西点这条 时空长河 直到了现在 偶尔好汉想起当年有 那几幅柠檬蛋糕 得从日出考到凌晨 都还无法合眼的情景 仿佛猜在几年前 实际上却是两个儿子 还小的时候了 假日的时候 就是家里在忙碌的时候 那同学有空可以 休旧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那我没有办法出去 那同学要出去 他们集合好 就过来看我一下 那我就目送他们 送他们 祝福他们去玩得开心 这样子 祝福 是 你说他们家的心情是什么 应该不是吧 是有点心酸 说实在 很羡慕 很羡慕同学可以出去玩 孩子大了 店老了 柠檬蛋糕却还是一如 六十多年前的托鼠高雅 小时候的那股心酸 随时光 随蛋糕打发 赖为任何弟弟 后来也早就转化为五感 老店也因为爸爸坚持的 先做先卖 一家人一个月始终就休两天 不能再多了 我爸爸更早以前 我爸爸他们是没有休假的 不然出去玩 是 反正你也奇怪 对 因为你为了要 要达到那个品质 你就要有所牺牲 果族酱色披好黄袍 哪怕未表包的再精致妖饶 赖家人的柠檬蛋糕骨子里或血或肉 都是内敛樸实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再越过时代波涛 腾过历史辉煌的现在 依旧还是那一块 加一枕捧在手心上的疗心未解 欢迎回到铜板美食夹套套 我们来看接下来就是波阿的产季了 一般人想到波阿的料理 通常想到的就是清炒或者是煎饼 但是这对兄妹 他们就把当季的波阿 他们就包进了水煎包里 在守旧还有创新之间 找到最好的平衡点 煎包三个 对 然后酒菜三个 四个五十二 三个四十五 三路煎胎轮流沸腾 一颗一颗浑圆包满的煎包 整齐列队在炙热铁板上泡汤浴 一定要高温 不然包子会稀有 温度一定要很高 水跟火候要控制得很刚好 火太大就是一定会烧焦嘛 如果放太多水 它包子就会整个烂烂的 糊糊的 要煎到近乎完美的标准 双面外皮呈现金黄焦脆 今天活力的一举一动 心里头按下几时器 时时刻刻都不能分神 水干掉的话 就代表说包子差不多OK了 动作得快 因为一起锅 随时都会遇上夹子大军 有些水煎包吃起来 会比较吃多的会怕 他们家的不会 他们家吃起来 其实其实蛮清爽的 而且味道也都很足够 腺多然后皮很Q 然后又薄这样子 对 所以口感还蛮好吃的 不错 你有加辣椒酱跟没加辣椒酱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 一定要插进去 这样会比较好吃 如果你是淋在外面 那个吃起来的感觉 又不一样 把酱戳进煎包里 是行家必备的吃法 简单三种口味 热卖二十多年 韭菜冬粉香浓够味 猪肉鲜饼厚实多汁 都是经典不败的人气款 第三种口味不瓦 要挑对时间 才能吃到的季节限定 有人包这个不瓦 然后包 我们就觉得蛮好吃的 所以我们后来本来是 冬天是高丽菜嘛 我们夏天就改成 这个不瓦当季的蔬菜 亮白翠璃 就是可口鲜甜的认证 销成千壮的不瓦 不能原地久留 立刻调味拌料 保有水分鲜度 不瓦比较多水分 所以拌的时候就这样 轻轻的摸它就好了 季节交界处的话 我们会是不瓦跟高丽菜混的 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 现切现做 不是先存货 保持先进先出的新鲜度 猪肉馅饼的品质 也很要求 溫体猪天天直送 使用后腿肉和绞肉 混合的完美比例 才有Q弹扎实的口感 冷冻过的猪肉 肉质会有点烂烂的 呼呼 它煎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扎实 我们黑胡椒放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后面还有用一些白胡椒 去提 把那个味道提前提起来 你在比速度吗 好吧 看谁感比较快 这样很有压力 我会放水 你不用放水 在工作里头寻找乐趣 倒也成了生活调剂 兄妹俩忙前忙后 双手不停歇 区域不分你我 互相帮忙 轮替补位 是从小培养的默契 没有比较快一点 我干完了 我还差两个 你刚擀皮真的是故意让你 所以我真的比较快 擀皮擀了一整天 店里早已归零 成就下去不是办法 兄妹俩突发奇想 大胆改良 这个手会很痛 对 你擀久的话 这样子你擀这么多 你手可能已经有 稍微重重的 这个不用死 你这等于你就是 拉着压着就好了 回忆起小时候 父母亲忙碌做生意的辛劳 依旧历历在目 长大之后 频频向自己喊话 如果能选择一份 喜欢的工作 那该有多好 以前放假啦 就是都是在这边 我们放假都 几乎都在这边吧 就是对 念初的时候 对 一定会想说 我要去那种 搬空吃啊 之类的 对 不然 想到这种 以后还要待在 又热又累的环境 就会觉得 还是先不要好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好像过年吧 应该太累了 坐到想哭耶 那时候过年是真的很忙 就是完全不能停 你跟在学校完全不一样 学校你还可以多休息一下 就跟你没办法休息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一直抱 一抱 抱到手已经快动不了 可是还是要抱 因为客人一直在等嘛 没有东西 大学毕业后 两人并没有在外逗留太久 比起面对传承的压力 跟珍惜一家人 团聚的难能可贵 家里很缺人 然后就决定先回来帮忙 大学都在外面读书嘛 然后也很少在家里 然后那时候大学也 尝试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觉得想要多陪家人 因为回来做 所以才很招爸爸妈妈他们做这个的辛苦 身为肩包第二代接棒 压力自然也就不小 凡事遇上难题 在学习中精进改善 不管如何 父母亲永远是那道最坚毅的后盾 做生意的小孩子是蛮辛苦的 因为第一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们还小 你没有时间陪他们 然后他们长大以后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做生意的小孩子是真的有 有时候就蛮辛苦的 他们可能 就想说这样子可能大家可以 记在一起 对 这样也很好 我们也很高兴 还好有他们两个帮忙 减轻我们很多的负担 可是也会 也会舍不得他们就是这么辛苦 我觉得有90分了 有吗 给他们多一点鼓励 其实算不错了 这两个小孩 老板夫妻渐渐退居幕后 把主场重任交棒给儿女 你好 看要什么都可以自己拿 两边都有带走 让他们自己 这一计划会 年轻人比较有创意 他们会有想一些新的点子出来 这样会比较好 守旧于创新 爽管齐下 蹦出更多火花 一家人紧紧相依 延续诚信 和踏实的理念 创造更多美好回忆 感谢您收看这个小时的 铜板美食贾套套 我是蔡依珍 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假期 我们再会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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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